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官网宣布,在美国时间2026年3月中旬于加州圣河西举行年度AI盛会GTC2026,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照例发表主题演讲。 市场预期,回答下一代AI平台Viran Rubin是重中之重,引领鸿海、广达、伪创等合作厂再重一搏。 回答新平台动能十足,其最大AI伺服器代工伙伴鸿海高喊现阶段对本技能建筑优于前阅, 透露回答释出的订单源源不绝,比预期更强。 除了Viran Rubin平台之外,业界认为,黄仁勋很可能也会对回答在下一代的费奈米恩平台提出展望。 另外,黄仁勋在主题演讲的背板,有望秀出新一波供应链伙伴及客户的logo,引爆另一波高潮。 回答指出,GTC2026与美国时间3月中下旬重返加州举行,首日将先举办相关技术研讨会。 黄仁勋则预计次日发表主题演讲。 回答表示,GTC是顶尖的全球AI大会。 开发人员、研究人员与企业领导者在此齐聚一堂,探索下一波AI创新。 GTC2026将展现形塑各行各业的突破性技术,范围涵盖物理AI、AI工厂代理AI与推论。 业界预料,黄仁勋主题演讲专注于AI基础建设,尤其是下一代平台,白湾路本。 此外,Coda技术的严禁以及机器人领域最新发展,预计也将是专讲重点。 回答于GTC2025揭露,白湾路本平台,并预告,白湾路本NL144平台,可达成3.6GXFLOPS的FP4推理与1.2GXFLOPS的FP8训练算力,将较GB300NVL72提升约3.3倍。 黄仁勋并于今年下旬举行的GTCDC首次开发白湾路本超级晶片Superchip,当时并透露白湾路本平台将于明年此时或稍早一点投产。 随着白湾路本平台2026年启动量产,业界看好,鸿海、广达、伟创等供应链GI伺服器业务渴望再重一搏。 鸿海既出货挥达GB200与GB300的AI伺服器机轨后,已开始着手进行,挥达下一代白湾路本平台伺服器开发,规划明年下半年量产出货,为2026年到2027年业绩带来强劲增长动能。 广达受惠客户订单持续升温,数家新客户专案正陆续进入出货阶段,订单能见度直达2027年。 目前,挥达GB300正逐步进入量产阶段,预期明年起交击速度将加速。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受惠挥达,Google、亚马逊、联发科等大客户AI与高效能运算HPC订单涌入, 传出旗下CoOS全系列先进封装订单赛报,无论CoOSal、CoOSAS等制程全面满载,营运热转。 台积电并未评论市场传闻。 业界透露,台积电先进封装大爆单,公司努力扩产之际, 2026年也将扩大携手合作伙伴,以满足客户需求。 随台积电加快先进封装产能部件于尾外, 红素、万润、新云、君华、智茂、智盛、逊德、油田、木德等设备链同步喊充。 供应链透露,台积电积极扩充的CoOS制程为CoOSal, 至于CoOSal则用挪移设备方式去瓶颈扩充, 该领域重要应用客户,包含辉达、AMD、苹果、博通, 以及多家云端服务业者与设计公司等, 过往该制成由台积电一条龙幅, 如今已扩大委外给协力伙伴, 确保西中介层与多项技术无缝接轨,及时满足客户需求。 严调机构Counterpoint指出,先进封装需求持续高张, 台积电积极扩充CoOSal产能, 预计至2026年底可达每月10万片晶圆, 主要受惠于挥达GPU与客制化ASIC订单涌入。 日月光投控受惠台积电订单外议, 封测领导地位稳固。 台积电先进封装扩展方向相当明确, 台积电董事长先前曾在法说会上预告, 当前CoOS产能严重供不应求, 台积电自身努力扩产之余, 也会携手封测伙伴, 希望2025年至2026年达到供需平衡阶段。 另一方面,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塞爆, 先前市场一度传出苹果、高通等大厂 考虑采用英特尔先进封装作为备胎, 最快2028年导入英特尔方案。 不过, 业界指出, 台积电携手协力伙伴深度绑定客户, 并搭配先进制成产能一条龙同包袱, 伴随公司扩增的新产能逐步到位, 预期客户流向英特尔的先进封装订单有限。 不仅如此, 由于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大爆满, 正扩大委外试单, 相关订单外移效应大开, 日月光投控旗下日月光半导体和西品成为大赢家。 因应台积电庞大转单, 日月光与西品近期砸大钱扩产与购买设备。 根据公开资讯站资料, 日月光与西品近二个月 以斥资逾百亿元新台币扩产迎接大单, 凸显台积电外移订单强劲。 日月光投控大咬台积电COOS为外订单之余, 后续还有新订单落贷。 业界透露, 最近超火的COOP是一种先进晶片封装架构, 主要创新在于跳过传统封装机板, 如ABF载板, 将晶片与中介层西晶元组合后, 直接焊接于强化的主机板、 Platform PCB上, 台积电将委外由西品单纲主轴操刀。 业界指出, OpenAI开启的生成式AI浪潮, 已成为当前科技业发展主轴, 带动辉达、超微等大厂高效能运算、 HPC订单动能爆发性增长, 包括微软、Meta、亚马逊、AWS及Google等指标大厂, 都竞相争抢高效能运算产能, 需求至少将往到明年底无余。 台积电是挥达, AMD高效能运算唯一产能供应商, 举发2奈米、3奈米先进制程, 及SOIC、CoOS先进封装产能都已经被预定一空, 让台积电开始加速委外先进封装先进测试, 借此应对AI客户庞大需求。 台积电先进封装订单外移效应大开, 日月光投控是最大赢家。 日月光投控看好, 今年先进封装与测试业务表现强劲, 全年先进封装营收, 渴望达成16亿美元目标, 并预期2026年将再增加超过10亿美元, 增幅于六成。 见识AI与高效能运算需求强劲不坠, 带动公司持续加大资本支出, 稳固全球半导体封测龙头地位。 日月光投控正积极加快扩产脚步, 以旗下西品为例, 先前兴建的二林厂、 斗六厂都渴望在明年准备就绪。 加上日月光半导体, 先前收购稳贸位在高雄路主厂房, 亦渴望在明年完成基台进驻, 让日月光投控2026年营运成为市场期待的焦点。 总体来看, 因应先进封装庞大需求, 日月光投控正杂大钱投资。 根据日月光投控公告, 单是近二个月, 包括旗下日月光半导体与西品, 花载取得厂务工程、设备等的资金, 合计极高达111.73亿元新台币, 后续还渴望再有新增投资, 透露当下先进封装市场需求相当强劲。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